第165集 站在山顶上的周大先生 看着远处兵营的情况 刚刚迈出一步之后 又缩了回来 心中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红义 红义 一个武文侯府的数字而已 居然敢截杀王爷 押送人犯的车辆 真是胆大包天啊 王爷的车辆这么好截的 天下间只有王爷 劫别人的车队 想不到 想不到 这次居然反过来了 何亲王表面上和善 但是骨子里却比谁都凶残 连太子的供奉都敢派人去截杀 无法无天 但是红义却偏偏太碎头上冻土 方先生断臂死亡 胸口被一箭冻穿 死于非命 闻飞烟山丘这两个人不知所踪 也没见到尸体 是死是活没人查得到 很可能他们没死 莫非他们也跟雷烈一样 投入红义的麾下了 这倒也不是不可能啊 金珠 法王 太上道 这些旁人大物都牵扯进去了 哎呀 如此 我还是小心行事为好啊 红义这小子秀为就算是进入先天了 擒拿他已如捉一只活鸡一样 不过他毕竟是靖海军的将军 与严阵不好交代 但是靖海军中的高手 这就是一个气魂门主断天牙厉害 不过也未必对付得了我 哼 还是施展一个小小的法术 直接把红义弄成白痴 神不知鬼不觉吧 周大先生想了片刻 把身体坐下在隐秘的灌木丛中 在坐下的同时 他从怀里取出了一个扁长的玉盒 玉盒一打开 里面传来了浓郁的药像 里面竟然盘绕了一条 全身火红 拇指粗细 常有齿鱼的巨大蜈蚣 这条火蜈蚣 盘踞在玉盒中的一堆药膏中 似乎在睡觉 周大先生打开玉盒 看见这条蜈蚣 嘴角展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随后双手一饮 一个念头落到这条蜈蚣身上 分神化念 附体 痴痴两声 这条蜈蚣就立刻翻身爬起 嘴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痴痴之声 随后身体两侧突然有数片薄膜鼓起来 就像是虫儿的翅膀一样 这些薄膜一种极高的频率 不停地震动着 但是却没有发出一点的声音 并不像蜜蜂苍蝇那些虫子 飞行师会嗡嗡嗡响 蜈蚣薄膜震动 就飞了起来 在空中滑行穿梭 如鱿鱼一般 这竟是一头罕见的灵异毒物 飞天蜈蚣 和金珠齐名的剧毒之物 身体的外壳坚硬如铁 刀剑难以斩断 而且并不怕火烧 不怕水烟 唯一的天敌就是怕雷 天上打雷 这条蜈蚣住得隐藏在树洞之间 否则的话就会被震死 这种异物 天地之间极少有 只有原土国再往北的极北之地 才会生长 稻树夹捉到之后 用来用灵药喂养 附体寄托 杀人极其厉害 一飞过去风声都没有 人就已经被咬死了 这种武功比飞剑都厉害 飞剑破空会有风声 而且寄托在飞剑上的念头阴气 也容易被敏感的高手发现 而且用血肉之躯 念头阴气被盖掉 就算遇到五圣境界的人 也难以明显感觉到 只以为是虫而已 隐蔽性杀伤性 都比飞剑要厉害得多 现在周大先生 以念头寄托在飞天蜈蚣之间 陡然飞出 是心中对红翼产生了足够的重视 如果他以神魂飞出 强烈的神魂阴气 足可以引起高手的注意 当日红翼不敢以神魂飞上 瑶池派大本营玉莲山 也是怕被感应到 去 周大先生把念头寄托在这条飞天蜈蚣上 眼睛睁开 轻轻喝了一声 蜈蚣尾巴一摆 陡然间画完一条线 贴着地面草丛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陶神剑之中 红翼的神魂萎靡不振 但是在整个剑身之中 巨大纯净 零散的神魂之力到处洋溢着 充斥着 大金珠金逊儿一进去 就感觉好像泡在温泉里一样 神魂无比舒畅 每一个念头都要比原来强大了十倍 这一整天的时间 红翼都在猛烈地修炼神魂 不停地施展出灵魂漩涡 这一悬阴门的绝技 来搅碎陶神之灵 使得庞大的神魂之力溢出 而被自己的念头一一吸纳 神魂的力量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着 渐渐地 红翼感觉到 庞大到无边无界力量的陶神之灵 也开始渐渐地虚弱起来 没有了原来那种力量的澎湃 汹涌的感觉了 换句话来说 就是这口 逃神道至宝的威力啊 越来越弱了 因为这口神剑之所以称为神剑 全部都是因为 逃神之灵庞大的力量 只要一个神魂 到了区物境界的人 顿入剑中 就能够施展出鬼仙的力量 但是现在 神魂之灵的力量 被红翼吸纳了一小半 如果这逃神之灵的所有力量 都被吸纳 那么红翼知道 自己就会立刻达到 附体大成的境界 而且单凭神魂的力量 就可以媲美鬼仙了 在金珠的帮助下 红翼再次恢复了自己的神魂 运练起过去精 用起了自己的全部念头 紧紧锁定所有报岁的神魂之力 融入自身 阿易 这逃神剑果然是天地至宝 只是这里面的神魂力量 应该不能彻底融合 只能借用 但是我现在怎么感觉得到 这股力量 彻底地融入了自己的体内 金珠一进入逃神剑之中 吸纳着力量 神魂膨胀 舒服地发出了 一阵阵的哇哇叫嚷之后 随后他回过神来 才发现了惊奇的地方 但是 现在红翼却不回答他的话了 因为红翼完全进入了状态 本来 红翼的神魂和自己一样 但是渐渐的 红翼的周身上下 闪烁出了碎金一般的星星光滑 一点一点的像流盈一般 在金珠惊讶的目光当中 红翼的神魂在渐渐变化 这些流盈一般的金光 逐渐变成了一件金色的袈裟 上面有无数的日月星辰 披在了红翼身上 随后 红翼的神魂渐渐化成了一尊 金色的佛陀 整个逃神剑的虚空突然安宁下来 金光照出的每一个角落都无比的清晰 看着自己面前无比巨大的金色佛陀 大金珠金逊儿渐渐的张大了嘴巴 幸亏现在是神魂显化 否则的话下巴都会掉落到地上 突然间眼前情景一变 巨大念头波动 从金色佛陀身上散发出来 这些念头演化成了一条条深奥的经文 无数的经文缠绕在金色佛陀身边 逐渐的流动旋转 就好像是宇宙星空一般 一刹那 金熏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似乎自己来到了宇宙的最中心处 而那尊红翼神魂所化的金色佛陀 每一息气 整个宇宙就要缩小成一个小点 每一呼气整个宇宙就要剧烈膨胀 整个宇宙的生灭 都在红翼化身这尊金色佛陀的呼吸之间 金熏儿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强烈的道术意境 阿易这是修炼的什么道术啊 这种道术绝对绝对不应该存在在世间 阿易的每一个念头都好强大 它的附体已经渐渐大成了 金熏儿的道术得自金珠法王的传授 见识非凡 但是过去经只是在传说中的无上法典 好像是龙一样 所有人都听说过 但是所有人都没见识过 他一时之间也难以想象 红翼修炼的居然会是这种无上神通 但是金熏儿清晰的感觉到 红翼身边围绕的无穷经文 都是他每一个念头所画的 每一条经文的力量 都几乎能和自己相媲美了 也就是说 红翼的随意一个念头 都有了阴神的力量 这是附体大成才有的境界啊 生死屏障 生灭转换 鬼仙 鬼仙 夺射转生 师姐 太中之谜 就在金熏儿震惊的痴呆的时候 红翼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境界当中 在猛烈吸收神魂力量的时候 他渐渐的触摸到了那层生死之间的屏障 一股无形的屏障 如果堪破这层屏障 他就是鬼仙了 可惜 这层屏障太过巨大了 简直就好像是汪洋大海 一般挡在自己面前 根本无法突破 红翼心中知道 就算是全部吸收了陶神剑的力量 也成就不了鬼仙 因为从附体到夺射转生的鬼仙级别境界 中间有一层巨大障碍 是生死间的屏障 修炼道术者的最大屏障 突破了 那就是永生不死 突破不了 就得消失在天地之间 可以说道术修炼者 只有修炼到鬼仙才算是真正的修炼者 否则的话 寿命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肉身腐朽之后 依旧会化为飞灰的 这一层屏障 是修炼道术的最大屏障 也可以说是生死转换间的那一层屏障 许许多多的人 卡在这个关头 终其一生 过去了 就是生 过不去 就是死 是生死屏障 这还得感谢吴大管杰啊 你这老狗 若不是我拼命 也不能吸纳到逃身之灵的力量 更无法快速增长修为 把神魂凝炼到极大 踏入分神化念 附体大成的境界 弘毅知道 自己无论如何都突破不了这层生死屏障 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八岁就师姐的到处天才 于是他暂时放弃了修炼 第166集 夜幕降临 天气微微阴沉 宽敞的院落当中 神铁柱手拿一根茶杯粗细的纯钢大棒 赤指上身身上筋肉球解 如松树根一般一根一根的盘绕着 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力量感 手中的纯铁大棒上下翻滚着 好像活了过来 怪莽一般的穿梭 钢棒阵斗之间气流被撕裂 棍子摩擦空气都发出了墙类的铁星味道 圆魔披山 圆魔脚海 圆魔拔树 圆魔斗神 圆魔礼佛 圆魔碎空 圆魔混神棍法被神铁柱一一施展出来 他的呼吸吐纳沉闷 悠长 如星星嘶吼咆哮 不用看棍法 只听到这声音气势 就足能把普通人害得肝胆剧烈 一口气施展出了六大招式 神铁柱的脸上依旧是皮肤光滑 没有一点汗字 气息也没有丝毫散乱 显示出了他强大的脏腑力量 这是真真正正的踏入了先天境界的象征 以前的他虽然天赋一饼 到了顶尖武师的境界也能有先天高手的气势威力 实战起来也丝毫不输于先天高手 但却始终没有达到那种明武藏 洞彻六府的境界 现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积累 终于成功踏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踏实实的进入了先天境界 这时候一道轻盈快捷的剑光人影 从另一间房间当中跃出来 剑光快如蜻蜓点水 一下接触到了神铁柱的钢棒之后 上下连击四面八方腾挪转折 风挑刺击喜阁压披 各种招数完全不讲套路 随心所欲 枪枪枪几声 铁棒相交铁蟹翻飞 火星炉放烟火一般闪烁着 瞬间神铁柱的纯钢大棒之上 到处都是缺口斑点 以及一块一块被封下来的小铁疙瘩 小木 你也真正进入先天了 好了快停下来吧 斩杀剑锋利 我这钢棒不过是梵物 一会就要被切断了 神铁柱低吼了一声 剑影停下 正是身穿一身女子武士服 头发结成两个小辫的小木 两位终于踏入先天境界了 就在这时 赤猪羊也从房屋之中出来 寒笑看着神铁柱 猪羊哥哥 你突破到了大宗师的境界吗 小木看着赤猪羊脸色如玉 浑身上下气息内敛 表面松弛 完全没有了以前那种 来自草原民族的野性 反而像一个文弱的书生 这样气息的改变 就好像是赤猪羊把自身的 所有的狂野力量 都收敛到了骨子里一样 蕴藏在骨髓之中一般 出于本能 小木问了这么一句 赤猪羊 连忙对小木 微微的攻了一下身 木姑娘 我才触摸到大宗师的瓶颈 开始尝试把全身的精 一神炼入骨髓当中 还没有成就大宗师境界呢 赤猪羊从来对小木都是恭恭敬敬的 绝对没有一点的不尊重 因为小木有可能是云蒙太师宇文木师界之后的转世之身啊 能把精一神都炼入骨髓 已经是突破瓶颈 踏入武道宗师境界了 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年轻人哪 你走在前面了 我们这些人服用灵药修炼功法 不过增长了一些体力 焕发了些生机而已 但是在武学领悟上 已经有了指剑杖了 这层障碍啊难以突破啊 此时在各个房间修炼的雷烈 山丘 文飞烟 血迪子都走了出来 人人就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一样 眉毛头发格外有光泽 比原来增添了许多活力 神驼山丘看着赤猪羊浑身气息内敛 藏于骨髓中那份子神韵 眉毛耸动 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 满眼都是无奈 还有一分毫不掩饰的嫉妒 一两天的闭关 红一把灵药都赏赐给他们 又给美人传授了龙象法印 原本雷烈山丘文飞烟都是灵肉合一 顶尖的先天强者 和大宗师的距离只有轻轻的一步之遥 他们的武功比赤猪羊更老到了许多 纯厚了许多 但是现在 却是赤猪羊最先突破了 先天道宗师之间那层屏障 领先在他们前面 他们妒忌 无奈的心里都很正常 武道艰难哪 几个人对望了一眼 得到绝世灵药原聘天珠的药力 又得到绝世秘诀 练随法觉龙象法印 依旧没有突破 到达大宗师的境界 可见武道是如何的艰难了 收敛先天之锋芒 收敛精益力神契入骨髓 领悟到了这点微妙 就是真正进入了大宗师的境界 不领悟这一点 就算吃再多的药 也只能改善体质 强壮脏腹筋骨而已 不过 虽然除了赤猪羊之外 另外的人都没有突破大宗师的屏障 但是他们的体力功夫都提高了一个层次 是啊 武道艰难 神魂修炼更加艰难啊 我修炼绝世神通 吸纳逃身之灵的魂力 都不能突破到鬼仙之境 真是遗憾 就在众人都聚集的时候 正院大厅之中 红衣龙象虎步走了出来 身穿一身剪裁合体的紧断衣服 全身没有什么装饰 但显得高深莫测 呼吸吞吐之间 自然而然的有一种令人设服的信心 一出来 红衣把手一挥 雷烈闻飞烟神陀山丘 就感到心灵一震 莫名其妙的少了一些东西 身心舒畅的 没有一丝一毫的束缚 有一种圆润无瑕的感觉 你去掉了我们心中的尽致 三个人狂震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红衣 的确 红衣给了他们原聘天珠的灵药汤汁 又把龙象法印传给他们 本应该更好地控制他们 但是现在 却给他们解脱了心灵上的禁制 这根本不服常理 就在红衣挥手解开禁制的时候 他们面面相去 心中想着红衣是不是练功把脑袋给练坏了 当然 我在你们心中落下烙印 念头呢 也要时时刻刻被你们的念头所影响 难以集中全部的精神 突破鬼仙障碍 你们的心灵呢 也不能圆人无瑕 参悟到大宗师那一层奥妙 红衣笑了笑 用手轻轻一抓 一个念头过去 院子里面的一块泥土突然一震 泥巴纷纷飞起来 凝聚成了一尊大为天龙菩萨的身体 这尊身体一拳朝雷烈就打了过来 这尊泥菩萨和人一样高 但是全身凝聚 筋肉光滑润泽似人的皮肤一样 一拳之力也非常之大 鼓荡起来撕裂出了声音 砰的一声 雷烈赶紧一拳击出 和这菩萨对了一拳 轰隆一声 这菩萨被一下给激得震碎开来 但是全身的泥土却不曾掉落到地面上 而是猛然的铺开 形成了一片泥木 衣服上来 把雷烈全身上下都紧紧的粘住 弄成了一个逃勇似的 雷烈被泥土包裹 口鼻顿时不能呼吸了 眼睛也无法看见了 但是他能憋住一口气 锁定红衣的位置 然后奔跑过去猛烈掠去 但是他的动作 被全身上下衣服的泥壳给缠住 没有半点平时的灵敏 显得有些笨拙 红衣动也不动 手指一扬 一团跳动的火焰在雷烈面前形成 这团火焰迎风一晃 就变成了一团大火球 火力凶猛 旋转的火焰扯动风声 人人都觉得炙热难当 被裹在泥土之中的雷烈 顿时就感觉全身闷热 大量气息被抽走 血液都呆滞起来 筋肉麻木 似乎要被活生生的炼成桃涌 顿时他腹内发出大叫声 易少爷不要 我知道厉害了 红衣把手一招 包裹在泥壳中的雷烈被解放出来 全部的泥壳掉落在地上 同时那团火焰也立刻停止住旋转 分成了三道 每一道都变化成一个 面目和自己一模一样 全身赤红 只有一尺高下的小人 这三个火焰小人 眼睛都望着雷烈 文飞烟 山丘三个人 开口笑道 三位 如何呀 这果然是附体大成的境界 以你的倒数 收拾我们 当然是易如反掌 自然不用心灵禁止了 文飞烟望着红衣 自然而然地笑了笑 我给了你们足够的好处 又给你们无上的灵药 传无上的法觉 然后解除你们的禁止 自然 我已经做到人之意尽了 但凡你仁义夫人 天下无人不服 以利夫人呢 终究是下诚 现在你们也应该知道 我红衣的为人了吧 比之何亲王如何呀 你虽然没有何亲王的身份 势力 但的确是恩怨分明 待人真诚 而且现在倒数大成 迟早会进入长生不死 灵魂不灭的鬼仙境界 而且何亲王也很毒辣 处置叛徒手段最毒 我们现在没有了余地 只能跟随你 文飞燕知道红衣现在想问什么 好 红衣只说了一个好字 便不再说什么了 他现在吸纳足够的神魂之力 神魂力量比以前强大了十倍 练到附体大成分身化念的境界 已有了足够的实力 压制手下 自然就收回了心灵禁止 这种心灵禁止相互牵制 控制人越多 耗费的神魂就越多 自己的念头要时时刻刻受到影响 不能全心全意的参悟突破 也是一件麻烦事 好了 天色一晚都去休息吧 要小心一点啊 我解除了你们的心灵禁止 你们的心灵呢 现在洗掉了污垢 想必修炼起来也更加容易一些了 只要你们都踏入了大宗师的境界 我再进一步突破鬼仙 数人何为 出其不意 肯定可以杀死那条老狗的 红衣展示了自己的手段之后 三个火焰小人一散 念头收回 就消失了 众人点了点头 各自回房间去了 红衣背着手 在院子之中走了一圈 夜风七七 院子墙壁的外面 一对对士兵巡逻的脚步声 走来走去 鬼仙 鬼仙倒真的是难以突破啊 我已经修炼到了分神画念的境界 实力增强了足足十倍 都不止 不知道能不能杀死那条老狗啊 恐怕不能 红衣思考着 就在这时 突然之间 墙根角落之中 窜出一条蜈蚣来 无声无息一闪而过 就好像是寒沙摄影的剧毒之虫 向红衣身上扑过来 这条蜈蚣 速度快捷 眼看又飞到 红衣的脸前 张口咬下了 火红的身体 鼓动着薄膜翅膀 猙瘾的 就像是一条蜈蚣 这条蜈蚣 这条蜈蚣 突然之间 剑光自然是失去很多灵效的 头神剑 啊 血亡钢针 这条蜈蚣眼看就要扑到 红衣的身体上咬下 却没想到突然间 会发生这样的变故 一声尖笑 从嘴里发出了人的声音 这声音正是周大先生的 周大先生一缕念头附在蜈蚣身上 趁着天黑潜伏进来 自然是神不知鬼不觉 士兵防守的再严密 也不好注意地面上飞窜的 蜈蚣老鼠跟蛇之类的 飞天蜈蚣虽然刀剑都不能斩伤 但是血亡钢针这等力气 却是能够轻易动穿他的身体 蜈蚣的躯体在空中微微一摆 立刻躲过了血亡钢针的击杀 又朝红衣身上扑过去 但是 烈绿的剑光已经飞起 掏神剑也是和血亡钢一样锋利的神剑 足可以把蜈蚣斩杀成两截 一时之间 这蜈蚣居然如狗咬刺猬 无从下嘴了 红衣在这刹那之间 他再一弹指 一团痘大的火焰在空中悄然形成 猛地向蜈蚣打过去 这凝聚成形的太阳真火 虽然是夜晚 但是这现在的念头足可以凝聚光线 聚集太阳火焰 砰的一声 这痘大的太阳火 一下击中蜈蚣的身体 啪哒一下爆出无数的火星来 蜈蚣发出激烈的惨叫 猛地掉落在地面上 挣扎了两下 一道阴风从蜈蚣身上飞起 哼想跑 红衣冷笑了一声 单手一撞 阴魂漩漩漩 一股极强的吸力从手上散发出来 这股阴风好像是在网中挣扎的鱼儿一样 瞬间投入到了红衣的手上 一下被搅得粉碎 远远在山头上的周先生 脸色好像是遭到雷击一般 他干呕了一声 咳 他的一个念头被红衣搅碎 神魂受了不大也不小的伤势 第167集 红衣三两个念头 愈见愈真愈火 最后施展灵魂漩涡 一举击掉了这条诡异的蜈蚣 最后 那条蜈蚣身上附着的念头飞起来 要逃回去 却被瞬间就搅碎在当场 一连番的斗法 红衣感到十分满意 因为自己总算是成了独挡一面的高手了 以往面对高手 无论是赵飞荣还是绿梅 还是魏雷一群人 还是吴大观家 都是身边的人一起上乱建群殴的 但是现在 面对一个能附体的倒数高手 居然是三两下就解决掉了对方的一个念头 红衣觉得畅快无比 这两下的解决对手 红衣觉得自己有了高手的风范 把以前的种种疑虑 种种虚弱的心态都一扫而空了 红衣看着地上微微动弹的巨型蜈蚣 那猙獰猛恶的样子 倒是令人毛发都竖了起来 这人是谁啊 显然不是吴大观家 那条老狗无功无敌 但却不会倒数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就在这时候 刚刚进入各个房间准备休息的人都起来了 闪到院子当中 这是周大先生的飞天蜈蚣 用来附体的身外之物诡异无比 比普通的飞剑要厉害百倍 而且这蜈蚣被灵药培养过 体力强壮 毒性猛烈 还能把毒液喷出 就算是大宗师被咬上一口 或者被感染上了 也要毕命当场 闻飞燕山丘 一下就认出了这条飞天武功的来历 脸色瞬间变了 和亲王府的周大先生吗 弘义听见解释 一下就明白了 他目光一闪 玉京城三大先生 吴管家那条老狗已经来招惹过我了 怎么又出来一个周大先生啊 一个接一个的先生来找我 哼 我又不是私处里面的学生 周大先生法武双修 实力和段大先生差不多啊 神陀山丘似乎被周大先生的鸡尾所设 声音有些不自然 段大先生是气魂门的宗主 实力修炼得强大 但是如今的我 又怎么会顾忌他呢 红衣心中威衣思量 走动两步 他现在修炼到附体大城 神魂之力暴涨数十倍 论实力的确不在段大先生之下 况且红衣心中估摸着 自己修炼过去精神魂不灭 斗气到处来 只要不是鬼仙的人 应该统统不是自己对手 既然那个什么周大先生来找我的麻烦 定然是和结了和亲王的车有关 他也肯定就在军营附近 你们不要妄动 我神魂出窍 劫杀他来 红衣心念一动 他解除了雷烈文飞烟山丘三人的禁止 虽然有足够的实力震受住他们 但是还要使他们死心踏地 再无回旋的余地才好 秦杀周大先生 正是让他们再次死心踏地的最好手段 只要杀掉了这个和亲王麾下的大先生 山丘文飞烟不跟着自己也没办法了 心念一动 忽然间红衣的神魂就飞出了身体 院子之中突然就刮起了一阵阴风 吹得人人发冷 就算是以先天高手的修为 都感到一种阴气深深渗入到心里面去 世人心里面站立 这是红衣的强大神魂之力 给他们带来的心灵压迫 雷烈连退两步 看着院中突然刮起的一阵强烈阴风 呼拉一下 阴风吹上了天空 然后轰隆一响 这团强烈阴风 化作数十股小阴风 向着四面八方而去 这是神魂搜山大法 它是在搜悬方圆几十里的地面 那个山头嘎拉 只要有强烈的血气 就会被它感应到 如此的神童 简直神乎其神啊 这就是道术高手嘛 太厉害了 雷烈虽然见识过道术高手 但是现在看红衣这样施展道术 简直超出了它的想象 它知道 天空中那数十股 像四面八方都飞出去的小阴风 就是红衣把神魂化成的各个的念头 急速飞行 几乎成了实质 带动气流造成的风 普通被这阴风吹过身体 都会被夺走魂魄 就算是气血强大的高手 也会觉得阴风寒冷入骨髓 这些阴风掠过方圆石树里的地面 一吹过去 任何风吹草动 不平常的反应都会被感知 也就是说 红衣现在施展出这样的手段来 方圆石多里的任何气血强大 或者神魂强大的存在 都逃不过它的念头感知 这种手段太害人听闻了 这个时候 周大先生神魂受损 干呕过之后 眼神一下睁开 举起手指 取出了一根银针 在自己的脑袋上摸索着 找准眉心之间 一点细微的学窍 轻轻把针给扎进去 以一种特殊的手法 旋转几圈 惊血养元气 尽阳协调 无穷无尽 这旋转几圈之后 周大先生的脸色一下苍白了不少 手上皮肤也变得无比的白皙 而眉心变得通红 好像点了一点朱砂一样 这种情况 就好像是他把全身的血液 都集中在眉心一般 就这样过了几个呼吸 他把针一下抽出来 全身又恢复了血色 不过全身萎靡了不少 好像大病过一场一样 但是虽然身体萎靡 他的眼睛却炯炯双光 精神却极其旺盛 好像内在的灵魂 吃了一剂大补的药剂似的 刚才他抽银针 扎没心的手段 居然好像是牺牲身体的气血 来换灵魂的旺盛 这等手法 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涉及到了肉身跟灵魂之间 那微妙的联系 这红叶居 居然修炼到了附体大成 怎么可能呢 道处如此高深 太出乎意料了 我内飞天蜈蚣辛苦喂养十年 我找尽了天下灵药 在体内已经结成了一颗天蜈蚣的种子了 只等再过几年的喂养 天蚣就能够真正的结成 就这样没了 哼 我都要看看这红叶有些什么神通 好好地叫冷一下 周大先生坐在地面上 眼神闪烁 把玉笛取出来 捏在手上 刚刚虽然干呕了一下 神魂受损 但是现在镇定下来 依旧恢复了那股风流提躺的韵味 而肉身刚才的微微的虚弱 更让它增添了一股秀式的风采 玉笛在手上敲打了两下 不管你神魂如何强大 但我修炼的是精元神庙的独门秘法 刚才牺牲肉身气血 滋养神魂 同时把神魂之力提高到了最大 这次你让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怎么能不付出代价呢 周先生冷笑着正要施展动作 突然之间 远处的兵营之中 一股强烈的阴风从地面上吹上了天空 啊 那是什么 周大先生也发现了强烈的阴风抬头看过去 只见 那股阴风一吹而起 在半空中突然散开 化为几十股四面八方吹覆 其中有树谷正好朝它这边吹来 一掠而过 山上的树木都发出了被风吹过的缩缩声音 周大先生甚至发现了阴风吹过的时候 自己不远处的几条野狗 全身的毛都竖起来 眼睛发出幽幽的绿光 围绕成一团汪汪大叫 声音短而急促 射人心魂 好像看到了鬼一样 不好 此人倒数高深到了如此地步 神魂之力竟然比我还要强大 这股阴风速度极快 周大先生刚才身体气血虚弱 哪还躲得过这阵阴风啊 况且 就算是他气血未损之时 身发也不可能比风还快 刚刚回过神来 阴风已经扫过去了 也不停留 一下冲上了天空 所有飞散向四面八方的阴风 却都飞了回来 在山前陡然绞成一股 他发现我了 周大先生玉笛一横 心中就已经明白 刚才阴风扫过自己 已经发现自己了 自己的气血强大 怎么可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呢 绞成的一股阴风 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消失的阴风中间 突然凝聚成了一个淡淡的光人 光人的模样 和红翼的脸一模一样 周大先生 咱们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负在蜈蚣之上 要咬死我的 红翼说话了 他看着周大先生扫了鸡眼 突然开口 你就是红翼 修为居然这么高深 神魂之力这么强大 这一手凝聚月光形成的手段 天下没有几个门派能有这样神奇的倒数 你是哪个门派的 看见红翼这个模样 周大先生把笛子向前一指 鹤问道 废话太多了 红翼又怎么会把自己的底细 告诉周大先生呢 听见他问的一些废话 心中一动突然之间把手一抓 这一抓之间 他的神魂陡然散开 周围浮现出了五团隐隐约约的五色的模影子 一个模影子古白 一个模影子血红 一个模影子漆黑 一个模影子绿阴影 一个模影子灰暗 这五个模影子一闪之后 剧烈旋转 轰然碎裂 绞成了一个强烈的江湖漩涡 漩涡巨大 足足有海船大小 一股强烈到不可抗拒的吸力 从漩涡之中散发出来 照住了周大先生 红一一见面 才说了两句话 立刻就施展全力的灵魂漩涡的杀手 务必要射出周大先生的神魂 斩掉他的阴神 这灵魂漩涡一现 不远处几条狂叫不止的狗 突然就停止了叫声 身上的灵魂虚影也被射了出来 稍微一脚就瞬间粉碎 失去了魂魄 身体都纷纷倒在了地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